总统蔡英文勘塞!在民现场怒枪这句话。 总统蔡英文25日南下嘉义勘塞,首站来到朴子市竹村里。 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!吕延停设。 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。 立伟成明文、蔡易宇等地方官员,明代陪同夏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。 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。 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家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。 饿倒没东西,指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取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会看钱。 。 多位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,有民众知当地为了等抽水战。 已经等了25年,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做起来。 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。 面对民众陈情,蔡英文回应听到了。听到了。 。 总统蔡英文25日南下嘉义勘灾,首站来到朴子市竹村里。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。 。 旅言停设,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、立伟陈明文、蔡义宇等地方官员,明代陪同下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,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。 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家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,饿倒霉东西,指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取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贵勘前,多位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,有民众知当地为了等抽水战,已经等了25年。 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坐起来,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牌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。 面对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牌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。 旅言停设,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、立伟陈明文、蔡易宇等地方官员。 民代陪同下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,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。 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家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,饿到没东西,指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取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会勘前,多为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。 有民众指当地为了等抽水战,已经等了25年,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坐起来。 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。 面对民众陈情,蔡英文回应听到了,听到了,总统蔡英文25日南下嘉义勘塞,首站来到朴子市竹村里。 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。 旅言停设,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、立伟陈明文、蔡义宇等地方官员。 民代陈同夏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,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,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家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,饿到没东西,是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取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会勘前,多位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,有民众知当地为了等抽水战,已经等了25年。 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坐起来,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牌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。 面对民众陈情,面对民众陈情,蔡英文回应听到了。听到了。 总统蔡英文25日南下嘉义勘灾,首站来到朴子市竹村里。 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牌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。 旅言停设,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、立伟陈明文、蔡毅宇等地方官员。 民代陈同夏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,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,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家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,饿倒没东西,指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取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会勘前,多为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,有民众知当地为了等抽水战,已经等了25年。 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坐起来,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,面对民众陈情。 蔡英文回应听到了,听到了,总统蔡英文25日南下嘉义勘灾,首站来到朴子市竹村里,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等了三十几年。 吕言停设,总统蔡英文25日中午南下嘉义县了解灾情,在嘉义县长张花冠、立伟陈明文、蔡易宇等地方官员。 明代陈同下,首站来到朴子市的竹村里,早已等候在现场的民众为等总统到场就先开炮,指朴子淹水这么严重,有些地方水深及腰,许多老人假受困家中,却等不到人关心,饿到没东西,指天后最恶劣时不来,等天气好时才来。 蔡英文抵达后先听曲简报并简短发言,前往会勘前,多为民众涌上前要总统主持公道,有民众指当地为了等抽水战,已经等了25年。 25年小孩都很大了,希望赶快做起来,另有民众要求在竹村里的蓝天社区设排水道,我们也等了三十几年,面对民众陈情。 蔡英文回应听到了,听到了。